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現代人生活忙碌 連看病都追求快速有效 但有些事你不可不知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你 你不知道的看病恐怖真相 今晚也邀請到三位語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從我們節目播出 也不斷地討論不同的健康觀念 但是臭中複雜的醫學背後 今天我們也要探討 我們首先看 醫師沒告訴你的一些恐怖真相 他有些檢查很傷身 健康檢查不是做越多越好 大家不要想說檢查檢查 其實檢查也有它相對應的風險 我們舉個電腦斷層來說好了 電腦斷層其實我們為了檢查 一些感染症 或者是血管的病變 甚至腫瘤 我們其實在做電腦斷層的過程中 會打所謂的 鹹飲劑 鹹飲劑其實比較常見 有兩個副作用 第一個就是過敏 第二個就是對腎臟的損傷 你所謂過敏會癢還是說 其實從輕到重都有 輕的它可能只是皮膚癢 它重的 我只知道有的人會想要吐 暈暈的這樣 對 那是過程 那個其實跟鹹飲劑 你是離子性 肥離子性 滲透壓有關係 我講一個過敏的好了 我們就遇到一個婆婆 她來的時候是肚子痛 其實她最主要的目的 是因為她這一週以來便秘 她就是懷疑自己癌症 所以她肚子痛 她就是來急診 那來急診 因為我們跟她做了所有的檢查 她也沒有到腸阻塞 沒有一些嚴重的併發症 其實理論上 她可以到門診 再做後續的追蹤 可是她不打到她的手段 她其實不輕易的放棄 所以每次要跟她說回去 她就是那裡痛 要回去了 又是這邊又痛 一想吐 很多這樣累積到 我們一直覺得有失陰症的時候 好吧 我們就做了電腦斷層 再加了先影劑 沒想到達到她的心 因為她很開心的去做 可是回來的時候 忍驚 是意識喪失的 結果她的時候就發生過敏性休克 她血壓只剩下60幾 我們趕快把她推到急救區 然後全身都冒冷 她已經意識不清了 對 那這就是很嚴重的過敏 所以這個危險也是非常危險 所以當我們醫師會評估說 你做這個檢查 當好處已經大於壞處 大於這些副作用的時候 我們其實才會去安排 所以她這種體質是 非不得已才要檢查嗎 可是這種體質有時候 是不能被偵測出來的 就是你沒有在做這個檢查前 你永遠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一個檢查 發生了才知道 沒錯 就是亂遇到才知道 所以應該做嘛 不然你怎麼知道 會發生這個事 可是這個大財很嚴重 有些是會 就像你在急診室 你在醫院你也救不回來的 這個是比較罕見 大概10萬個遇到一個 就是過敏 真的是遇到才知道 但是有一個是 比較確實的是 這個顯影劑對腎臟的傷害 對 那我們做了這個顯影劑 其實顯影劑 它本身有一些滲透壓 所以其實你打到我們人體 它是靠腎臟去代謝的 所以其實你正常的去做 大概都有 難怪我因為之前檢查的時候 有一個非主動在剝離的狀態 你知道我做CT斷層的時候 突然間還跟我講說 就很緊張說 你這個好像也有問題 從那次檢查之後 醫生就想說 你這個主動在剝離到左腎 血管進去有問題 所以左腎已經開始萎縮了 左腎萎縮之後 他就後來再做電腦斷層的時候 所有的顯影劑的選擇都是 健保就支出了 而且是最好的 其實因為 就是腎臟有兩種 一種是高腎脫壓 一種是低腎脫壓的 低腎臟其實對腎臟層上比較小 我之前是因為覺得說 懷疑就是 懷疑東懷疑西點 就檢查出來 我覺得說 腦子會不會比較不好看得到 所以就想要說 去做一個腦斷層 結果就是打那個顯影劑之後 就是心劑 到有點呼吸的 對就是呼吸急促 從那一次之後 我只要做體檢 醫生就把這個顯影劑抽掉 我曾經照過就是 斷層不加顯影劑的 可以也是 要看的條件 不打顯影劑 你大概只能看到一些 概化性的骨頭的東西 或者是急性的出血 他現在就是建議我說 除非必要 我就有做過一次的 那個胃潰瘍的時候 做要喝顯影劑的那一種 然後當時因為 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你可以自己自費 然後是喝不同的顯影劑 可是我也搞不懂 他說只是 因為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喝那個顯影劑也是會想吐 然後味道真的很難喝 就是胃鏡的時候 你要先灌一杯進去 他就說你喝那一杯 另外一種的 比較好之外 也比較不難喝 然後我就聽到 keyword是不難喝 那不如就這樣喝 因為喝那個會怕 因為那個味道真的很恐怖 結果喝下去之後 還是很難喝 就加了幾千塊之後 價錢比較貴 可是味道還是一樣 胃鏡放下去之後 醫生還突然說 他覺得我的胃有問題 要幫我做切片 結果就再把味鏡再塞回去 就是拉到一半的時候 塞回去說 我決定要切片 所以我就是 快要出來的時候 又塞進去這樣 然後切片出來 就跟原本講的是一樣的 沒有 其實因為我們 為了癢癢 跟舌長癢癢不太一樣 為了癢癢有5%的比例 是惡性的 所以他有懷疑 他其實還是要幫你做一些檢驗 像剛剛鮮影劑 真的是有必要再使用 因為我們就算健康的人 去使用這個鮮影劑 因為他腎上代謝 所以其實也有2%的比例會 起性腎衰竭 在2到3天 尤其是你腎光如果不好 真的會有狀況 像我就遇到一個婆婆 她其實先生心肌梗塞過世 所以她只要胸悶不舒服 她就是一定要來砍 一個月她掛了10次急診 因為她 因為年紀又大 又有一些慢性病 其實我們也會擔心 她真的哪一次真的是心肌梗塞 所以心臟科其實也被我們 會診到已經非常的厭煩 所以終於有一個心臟科 一直受不了 把她拖去做心刀館 我們做心刀館 其實也會打仙影劑 對 做了之後 三條血管暢通無比 所以她就出院了 沒多久她又胸悶來急診 這時候 三條血管都檢查過 只剩下 像剛剛心王子說的 就是心臟出來 最大條那條動脈 沒有辦法完全排除 所以 也還是有一次受不了 幫她做了那個 主動脈的電腦斷層檢查 又打的是仙影劑 結果她三天回來 也是急性腎衰竭 她就肺部整個肌髓 酸血症 然後高血甲 差點就死掉了 就是急性的那個 我們幫她 我幫志偉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搭配廣告詞誤導 就沒事多喝水 多喝水沒事 沒事多檢查 多檢查沒事 其實所有檢查 都有她必要性 跟她的風險性 對 我曾經有病人 跟我說她才去做過抽血檢查 怎麼都沒有好 我都飲一個例子跟她講 這個你跑到一個補習班去 補了半天回來跟老師吵架 說為什麼我國文都沒進步 不好意思 這是數學補習班啊 你的半天當然不會好啊 但是有人補了會進步 是因為學習方法有差 我剛剛志偉講那麼多 其實光一個顯影劑 其實她就有很多學問的差異 我們其實不太喜歡用健保自費 來挑戰大家 自費有沒有比較好一點點 其實有 可是就像剛剛艾亞講的 差異不大 認真講口味有進步 可是你還是覺得很難合 可是每個檢查有檢查的意義 光一個腦 因為我最害怕的是什麼 今天大家看完節目 然後就開始上網Google 然後她去做電腦斷層之前 她已經把所有表格Google完了 然後就跟醫師講說 我可能要那個豪華艙的那一個 最高等級 味道又還可以的 但其實要於醫師來判別 因為有沒有顯影劑 不要認為有顯影劑比較好 有些像頭骨裡面的某些檢查 其實有顯影劑反而會造成一些阻礙 所以它不是造 你想像中文的 就是用最豪華的就會最好 很多人到急診室 很喜歡做電腦斷層 為什麼 因為電腦斷層如果以一個 我們說以價位來講 我們以價位來講 X光可能600塊800塊 電腦斷層可能1萬多塊 所以大家會覺得我到急診室 我就是預期我要造一個電腦斷層 好像比較划算 可是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X光跟電腦斷層 它的輻射的比例 你造一個X光 一個電腦斷層可以造 大概150張X光片 美國在2007年的時候 它有在2007年回推10年內的 照電腦斷層 它發現美國造了7300萬張電腦斷層 其中有2萬9千個Case 不排除它後來的癌症 可能跟照電腦斷層有關 所以因為其實它是一個輻射線 輻射線就會造成我們身體的一些 這個細胞產生病變 的確是會有 它會造成癌症病變的可能性 經濟能力的序格 對自己要好一點 可能三年做一次檢查 對 就是基本 差不多嗎 你不要三個月或是一個禮拜 誰會三個月 有些檢查要三個月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 你要追蹤的吧 追蹤的 我一半年做一次 對 所以是看它的 主動來玻璃的時候 發生的時候 一直很緊張 我在做段子的時候 突然間都停下來 怎麼都不動了 醫護人就跑過來說 你最近有沒有不舒服 我說沒有啊 你有沒有痛 前胸或是後背 有沒有突然間疼痛 我說沒有啊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又繼續嘰嘰嘰嘰嘰嘰 又跑出來說 那你最近有沒有什麼撞擊 或什麼 講了半天我突然想說 怎麼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我忘了 我忘了 不是男女停下床 或什麼事情 然後他又跑過來問說 你這個有點嚴重 我說到底什麼事啊 他說你知道 你主動在玻璃 我說我不知道 什麼是主動在玻璃 我想都沒想過 什麼主動在玻璃 他說你這個有點狀況 你什麼時候要回診 我說這個就是醫生安排嘛 就是剛好定期要 每一年要做一次檢查 你就定了安排一次 他說那你趕快 最近的一次 你趕快跟醫生討論 後來醫生跟我討論 他說哎呦 你這個看起來怪怪的 因為我是螺旋狀 看起來怪怪的 他就沒說什麼 後來我問了另外一個醫院的名師 他想了一想他說 這個看起來有可能是 外力造成 外力造成 然後我就 他實說這名師之後 他就不說了 我就開始想 我說外力造成 是不是睡覺的時候被人家 沒有開玩笑 7月 7月 最近 後來還知道說 因為急救的時候 那個我有做一個青島館 從鼠氣部上來 所以他剛好從鼠氣部 撥到 沒有到 沒有到上面這個地方 是撥到接近心臟的地方 然後剛好是螺旋狀 懷疑 那算了 我們就是這樣 我懷疑 我們懷疑是這樣 現在變多久追蹤一次 後來我 那時候是每半年要造一次CD 信心王子他這個case 是比較特別的 是因為他這個是會 關乎到生命的危險 對 他會有影響 看他有沒有變化嘛 就快年又到兩年都沒有變化 光主動脈剝影 他就有三種形式 就是真的 當下就是破掉了 第二個他是外面積雪塊 然後再來就是他是 因為主動脈壓力非常大 他可能造成主動脈管壁 一點點的潰瘍 所以有分三種 三種不一樣的那個 他危險度也各都不一樣 所以他這種的追蹤 我們就會認為說 我們會去評估 醫生的角色是在評估 這個檢查 他的傷害 力跟壁之間的悄悄板 因為我是破了一層 他有三層吧 我破了一層 破掉之後他其實有破 你說血會通過他 血會通過他之後 就變成不會像剛剛醫生講說 有積雪在那邊 或什麼的就沒有 可是就破到左腎 所以左腎的進血量就減少 所以那時候腎的指數就很低 可是最近就稍微 自己有保養比較好一點 所以腎指數就回復 剛才講那個電腦斷層 我們科很常遇到S光 所以你說S光輻射激量不高 所以我就可以照得很腐爛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那是不是要應該多檢查 可以放心 我覺得我們自己科內的醫生 都會自己下開玩笑 病人來我們科就是來做輻射治療的 你進來我們就是 我們如果不照S光 他會覺得這醫生沒有醫德 他沒有幫我做任何治療 照一張S光 他說你沒事 他就被治療好了 他覺得我真的沒事 然後他就太開心心地走出去了 尤其老人家 因為我爸年紀比較大 80幾歲 他只要去醫院回來 如果醫生沒有幫他照X光 或是斷層 他回家就會說 我要再掛別的醫生 對 對 愛受治療吧 對啊 那其實像剛剛頭部外傷 我覺得我們科也很常遇到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衛教 因為很多人他跌倒一定是 手啊腳啊怎麼樣 不舒服 然後他會連帶說他頭也撞到 如果我這邊一包這樣 他就是全身要照光光 就是只要他痛的地方 他都要照 那有時候 變得比較多 或者你真的比較趕時間怎麼樣 你不想再好好跟他解釋 你就全部照 反正他高興就給他照 給他輻射治療 那事實上你如果真的有耐心點 應該好好跟別人講 頭部外傷的衛教 重點是 受傷後的兩個禮拜內的後續觀察 你有沒有頭越來越暈 講話不清楚 眼睛看不清楚 然後家屬去看他 有沒有走路越來越不穩 這樣子這個時候 可能是你的那個血塊 慢慢在累積了 那你這個時候再去做電腦斷層 你才看得到東西 那他會想說 你為什麼用這樣這樣拆呢 你拍完就知道我有沒有塞了嘛 對啊 可是你開始照光 病情會變化 瓜哥 所以觀眾會講說 你已經有血塊 你拍出來就好了 你為什麼等我有沒有血塊 你為什麼都不知道我拍 你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集中真的很常 遇到這種撞到頭之後 他可能事後又回來說 為什麼我現在血塊變大 那事實上 我們做電腦斷層很像照相一樣 你剛撞到尤其是老人家 那種慢性出血痕累積 我遇過三個月後 那邊線來才來 是 你就算要有血塊 當時也照不下來 對 而且你沒有症狀照到腦出血 大家不要想腦出血 一定要可以開刀 腦出血其實大多數的狀況是觀察而已 你其實有5%的那個腦出血 其實完全臨床上不會有任何症 可是你跟七八十歲這樣講 他會覺得 對 他不會 這個不專業 他要想血 對 所以衛教很重要 醫生幫病人做很多檢查 其實不是真的需要做檢查 可是怕不做怕病人不爽 如果萬一又怎麼樣 他到時候又來告我 所以 這因為醫療糾紛比較多 所以很多 如果病人不太覺得 不太相信我 那我就好吧 你要做我就幫你做 可是其實我們醫師對付病人 有很多種方式 對付病人 對 現在 現在 對帶病人 對 不過也可以講 可以講對付病人 因為我們有很多種武器 不一定要說多做檢查 像我自己舉一個案例 就是不久前 然後診所 就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鼻子不舒服 那就是到處看醫生 然後他有一天 就自己做夢的時候 因為都醫不好嘛 他就自己做夢 都好像是有一個外星人 坐在他的鼻子裡面 然後他就 他就到處去 真的是外星人 然後他就到處去看診所 然後醫師 每個人都給他做檢查 你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就不相信 後來就拍很多檢查 他也是不相信 那就他 那天就來我診所 然後就大概聽了他一下描述 大概聽了一下 我就知道 不行 我絕對不能再跟他講說沒有外星人 一講的話 他一定又不相信我 所以我就先假裝看了一下他喉嚨 那接下來我就假裝 你再看到外星人的鼻子 其實是這樣 其實在我們呼叫 來 拿他做我們最先進的內視鏡過來 那我就給他 其實也不是很先進啊 但是一定要給他 講說很先進 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內視鏡 那就看進去之後 我就說 有了我看到了 真的有一隻外星人 你不要動 不要動 我要把他抓出來 那就 假裝弄了一架說 抓到了抓出來了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好一點 他說 但是他還是不相信說 可是這一隻很厲害 他住了十幾年了 每個人都沒有辦法 你真的有抓出來嗎 我說 等一下 沒有問題 你要用Pokemon去看來看 我說 我說我是專門在抓著外星人的 上次還有一個比你更嚴重的 住了二十幾年了 我都抓出來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確定要上我們節目嗎 這樣好嗎 你這樣上完之後 好像應該沒有什麼生病 這樣有點崩壞 對 那這是特殊案例 其他的病人 病人回家跟女兒講 那是笑的 你還見我抓外星人 我後來有發現說 很多現在病人 去看醫生 其實都要求新安 所以如果醫生只是說 就看看 然後症狀 然後開個藥給你 回去其實 那個病人沒有安全感 你反而可能要跟他講一些 就是那種 稍微玄一點的東西 有些人就 就等於像心裡 真的有幫他治療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給他講說外星人 他鼻子 還是真的有問題 他有鼻竇癌 後來發現他是有鼻竇癌 所以我就是 醫生你後面鼓那也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後來我還是 把他真的問題治療好了 因為就是要 心理輔導加症狀治療 雙重 其實每個醫師也要學心理的 對 病人都是很脆弱的 我每次開藥給老人家都說 我自己最好的雞腿癌 真的要這樣講 一定要這樣講 我媽媽就是這種 自己一樣 我媽媽吃到這種 他們就會覺得很脆弱 對你們這樣講也好嗎 這個節目做完沒有改變醫病關係 更了解醫師的 對 病人去看醫生說 你又說謊了 對啊 你是不是又跟我那種 上次你講的那種最有用的 我之前就遇到就是我們在加護病房工作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 全身多功能器官衰竭的病人 那我覺得像剛剛講的大家都覺得 心理治療很重要 我覺得 家屬的心理治療也很重要 因為家屬一直覺得說 就是 檢查做得越仔細越好 那個病人因為他有全身器官衰竭 其中有一個是 他有肾衰竭 已經快到零戒指 已經快到那種肾衰竭的狀況 那時候醫生有幫他做超人波 就說他有肾水腫 那家屬就覺得說 那肾水腫 那我是不是還要再做對腦斷層 那醫生就覺得說 可是他現在的狀況下 他其實不需要做到電腦斷層 因為他必須要打血影劑 那大家知道打血影劑 有可能會造成他一個 腎功能的傷害更嚴重 那個家屬就一直盧醫生 就說到底可不可以做電腦斷層 如果你不做就自費做 那盧了很久 只好讓他寫自費同義書 因為家屬堅持要做 就一做下去 真的都不用做了 就是做完直接腎衰竭洗身 問題是牙醫比較糟 牙醫為什麼把人家拖過去就糟了 這個部分我剛剛就想講 這是最奇怪 我現在想 這一個舉台我想問他 這奇怪的是牙科 你先來照X光 這進去好像不照 是不是會很難 對 很奇怪 我們沒有要照他 這個部分我都還要不反 你不然我們得癌症嗎 應該是說牙科的X光片 因為是很小成的 所以劑量其實真的很小 很小 然後我剛剛聽各位醫師的發言 其實我內心覺得蠻不平衡的 因為我的病人 我叫他們照他們都打死你照 對 跟他們剛好完全相反 不是 因為 我遇到病人大部分都是說 你這個柱牙你看一看就知道 你為什麼要照X光 可是有一些柱牙是 表層看起來很淺 可是其實內部很適 裡面可能住了外星人 你現在這樣不一定 不是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他還叫我照X光 不是 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要醫師來講 其實牙醫的X光是很詭異 就是很小一間 然後一點點而已 然後在那邊 然後他們在外面 他們感覺很怕 對 而且 有想到 他們每次都說 跑了嗎 然後他們就跑了 對 那現在醫師 現在醫師做的那邊 對我們講 欸 輻射量比較低 你們有沒有跑那麼像 核災現場的 很像光的放狗一樣 就光的趕快跑 不是 你要怎樣他們 你們就照一次 他每天要照多少次 對啊 這個底下可以照嗎 就照這個腹部啊 這些X光 他會告訴你殺金蟲嗎 嗯 沒有 我就不這樣講過 X光是不會 X光殺不死欸 這金蟲搞不好跑得更快 變X超人 真的喔 那我是被騙啦 他說你 沒事不要照 因為這個會殺金蟲 那我不要照 這就是個話術 就是至少要讓 因為你如果沒必要 有些人真的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根筋不對 一定要那時候照 你知道嗎 他照你的點是哪一個 他照你的點是哪一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講 很多檢查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有很多檢查有風險 其實我們在做檢查 最害怕的是老人家 我之前在桃園服務很久 那桃園我原來那家醫院 我剛去的時候 很多朋友說你不要去那一家 每一個人去都是走得進去 躺得出來 真的 連我第一天去搭計程車 要到那家醫院去上班 他說你去那邊 那邊不好 因為他已經是個30 那時候已經將近20幾年老醫院 老醫院本來就一定會有一些往生的故事 那我這個故事就要講 我那時候認識一個好朋友 他過了五年來跟我講 陳醫師是因為你來這邊 我才願意再到這家醫院來 原來他的阿嬤呢 那時候就是很單純 胃不太舒服 八十幾歲 老人家去安排個胃鏡 就一做胃鏡呢 就在那個胃鏡台上 突然就血壓掉 在做的時候 血壓就掉 然後緊急急救 也沒救回來 就走了 他們其實全家不太能諒解 其實他不了解 胃鏡有胃鏡的風險 因為胃鏡在一撐開的時候 其實還有風險 有 因為胃它撐開的時候 他其實腹膠很神經的影響 血壓會掉 那老人家的血壓掉 有時候一掉就一去不復回 他就不回來 你看他在醫院做 我們及時的急救 都不一定救回來 你這樣講 我們那一針昏迷之後 其實我們在跟死亡掙扎 真的 好啦 昏迷到數數十九 對啊 就發生咬的一個東西 就拜拜 然後起來就說 你已經弄好了 照胃鏡我把你切掉了 沒有 所以其實 年紀大都是風險 像那個一反射你 你血壓一下降 老人家心臟功能沒有 像年輕人那麼好 他可能真的一去不復返 我也遇過心肌根 那他年紀大還是要照顧 他八十幾歲 可是你永遠也看到九十幾歲 開刀 一百零一歲人瑞 他也沒事 所以我說星星王子算命大 他現在還在這邊當星星王子 其實他那個極度是非常重大 但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要給我們醫療一點時間 我原來那家醫院 其實不要認為醫生或者醫療 都喜歡固步自豐 就做舊的 他們會不斷地進步 所以我們不斷地那時候 引進新的人才 然後更新新的設備 讓這種發生率就越來越低 對 我們接下來看 這個醫師沒告訴您的恐怖真相 第二個這些藥 好得很快 那會讓你 也很容易死 真的是這樣嗎 慫動 我遇過一個老先生 他長期都是有 那個退化性的關節炎 然後他到別家症種就是沒效 可是到某一家症種就是特別有效 但直到有一天 他解黑電 然後有吐那個咖啡社的那個 吐霧之後來到急診 才發現他腸胃出血 有潰瘍出血 看了一下他門診開了藥 原來所謂很有效的藥是 他同樣都是指標 他雖然沒有用類固醇 可是同樣都是止痛藥 他可能 這一種藥有五種藥名 他可能五種藥都有開 可是這個開半顆 這個三分之一顆 這個 這個也半顆 加在一起就一大堆藥 然後吃的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事實上 而且那個北白還有一點點 腎臟功能也受影響 也是因為這些藥物的 副作用的損傷 所以其實有時候 他為了求有效 其實有時候藥量 藥量還是要特別考量 我們常常聽一般 我們自己朋友都會講 那家真的很有 可是藥跟著看很重 對 他都知道重 可是還是會去 像我以前舊家對面 就有一個診所 然後我就趕快去看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一包藥就給你好 他真的是給我一包藥 吃了之後打了一針 回家睡一早 而且覺得真的 整個喉嚨也好了 鼻子也不塞 然後臉變得越亮眼 一千元變越亮 這都什麼 你看到我 你應該是水喝太多 一天一種不會 後來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可是真的是 每個人看到我說 哇 你一戲連怎麼腫成這樣子 就整個都是光明的 然後我想說不會啊 如果吃了肋固醇的話 也不可能一天之內這樣 不會這麼快 它高劑量兩個禮拜 但是的確是這樣 就是我們 像我們因為我們家 很多醫生出來之後 他會去看診所 診所最常看的就是感冒 就有聽到學長在抱怨 他們有競爭的隔壁家的診所 他就說隔壁家的病人 他們有看過他的藥單 我們講說剛剛 魏志偉講的那個止痛藥 他們開的是 兩顆止痛藥加一顆淚皮唇 所以那個病人保證三天好 因為吃的時候整個人 全身神清氣爽 覺得好像吃了什麼鮮丹麥妙藥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就是 他病人多 所以他不會問他的病史 其實有時候會提到鐵板 就有個病人是這樣 他本身是胃潰瘍的病人 他正在治療 那時候他也是 就是抱人家 就像抱好的診所就去了 他就去看 這樣吃了一個禮拜後 他就去急診室 跟胃醫師的病人一樣 他其實後來是胃穿孔 因為他那個藥的劑量 其實對他來講太高 比如說像我的病人 他會跟我說 我的藥很溫 但是會好 但是會好得比較慢 久了知道了 他就習慣這樣 可是有些時候 我們有一些藥 是你開了那個主觀感會非常好 他會覺得非常的有效 他就覺得是神醫 就會到處去傳 你久了久之你就會享用這個藥 我舉一顆 我們感冒再開藥 這顆藥它是支氣管擴張的藥 那所以呢 如果說非不得已的時候 比如說你已經很喘了 然後有聽到 呼呼呼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有些時候就會加上這顆藥 這個藥 一般人附作用不大 我之前有遇到一個阿嬤 83歲 那時候因為他喘到不行 他一直覺得要 立刻改善這個喘的狀況 一聽就是呼 所以我就加藥 可是因為他83歲 我很怕會有副作用 他又不一定會 馬上準時回來 我就新娘的家 架一個禮拜 下個禮拜回來 他整個人就神經器床 跑來說 很厲害 我要指定開那一顆 我就說不行 然後他也就回去 在第三個禮拜來 他就說我又喘了 我這次又喘了 一良心跳128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這顆藥它 有支氣管擴張的作用 同時它會讓你的心悸 那是狀況產生 那我後來我再去問他 他也不死都不說 後來拿藥起來 比賽發現他拿了同樣一個名字 不同的地方的藥 因為我不開給他 他就去找藥局 叫他一定要開這個藥給他 我就吃過這一顆藥 因為我之前是感冒 然後常常去一家 就是神醫的醫院看 然後去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有共鳴性氣喘 就是我不太能吃這種 可是我也是忧忧忧忧 他說那你觀察看看 那我就吃了那顆藥之後 我真的是連續心計 大概有一個禮拜有吧 就是每天我還是照吃 可是你其他症狀都好 就是剩心計 然後就覺得好像這樣也OK 就下一次呢 我還是去了 然後因為他還會幫我打 你還是會想念這張 對 因為這只剩心計 你覺得好像好很快啊 然後我就 下一次再去的時候 是因為他也很有名是打針 也會很有效 然後像之前拍戲的時候 你中間真的很不舒服 你必須只能在一個小時內 我也要好 我就去打那邊打針 真的像是那種大地水手 吃到菠菜一樣 就是一瞬間真的馬上飆到100 那個體力不到100 就可以馬上工作 可是最妙的是 我每一次去只要打這個針啊 更貴 因為你需要的劑量 就可能是更多 對 我現在就想要問 如果這種強的藥效 會不會有抗藥慢慢 其實多少都會有 對 可是一般民眾心裡想 如果現在問你也是一樣 比如說陳醫師的藥比較輕 餵醫師藥比較重 可是餵醫師吃完你就滑跳跳 陳醫師可能吃一個禮拜還沒感覺 一個禮拜才會好 那你會選來還是餵醫師嗎 對啊 那現在講完了喔 這樣講完大家還是選餵醫師 就是看狀況如果我是隔天要工作 還是要選餵醫師 可是如果我可以休一個禮拜 我就選擇 不會 你還是不會 因為那禮拜過程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是慢慢的 大家都多看節目啊 多看健康視訊 現在都慢慢的都知道說 就是說你這個安眠藥 可能私下就馬上睡了 那個可能要多三個鐘頭 你會買哪一種 當馬上睡 我覺得 你為什麼要聽我們 可是我覺得問題是這樣 你看我們講的是 這些藥好超快 你要看它是什麼需求 比如說像感冒 它這個其實是可以不用任何藥 它也會自己好的 所以你有沒有必要 一定要吃到這麼強的藥 不是 因為人就 討厭那個過程很懂 就是說我根本不要吃藥 我拖三天 你有沒有這三天跟他耗啊 我們討論這個話題喔 不是我們要不要 對 是醫生有沒有告知你 有的醫師真的會告訴你說 那個朱莉阿 這個藥是比較強啦 那天就好 可是這個藥比較溫和 三天好 有的醫師會講 有的醫師就像他剛剛講 對 為了展現我神醫啊 對 就開給你 你下次不來看他看誰 你還會想念他 沒事還把自己弄得冒冒 而且我覺得那種藥很莫名的 吃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昏睡的感覺 對 然後你好昏睡起來 很舒服的感覺 對 然後就流了一身汗 感覺好 所以說這個 我們探討這個問題之後 其實是在醫師的角度吧 要不要開強或開弱吧 瓜哥其實你剛剛提到的 我同學真的就是有小兒科同學 他去一家診所 工作了一個月之後 他就主動離職了 然後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他真的做不下這種事情 就是他沒有辦法配合他們老闆 因為小兒科都會磨成粉 你像那個還好 他都會直接跟你講說 他有開類固醇喔 他就是他沒有開出 他沒有在藥單上面 可是他磨在粉裡面有類固醇 所以這家小兒科生意很好 小兒科的問題常常就是家長帶去 能夠快點解決 不然你看小朋友哭 鬧你很心疼 對 所以就是那個藥可以很快好的 生意就很好 那他們老闆就是會 把那個類固醇抹粉加在藥粉裡面 可是他藥單裡面沒有加 有人看不下去走了 因為 這麼好之後為什麼不自己開 為我們醫師稍微平反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是開診所 我們常常會說 某家生意特別好 那大概就是 是不是有加類固醇還是怎麼樣 那其實類固醇 不要把它藥膜化 它其實 它用對地方的話 它會治療很多很多的疾病 它只是怕濫用 像我們自己耳鼻歐科 我們就常常用類固醇 但是你要溝通 像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我們最常要去突發性耳樓 那它最常見的原因就是 可能病毒感染啊 或者是因為天氣冷 那血管收縮 突然神經就營養不夠壞死了 那它這時候就要趕快用 在黃金期 所謂的黃金期 就大概兩到三週內 趕快用大激量的類固醇去治療 可是有些病人 你跟他講 用類固醇 他自己會講 類固醇會不會怎麼樣 但是你要分析給他聽 你只要分析給他聽說 用不用到底好處跟壞處 你現在趕快用 那你將來 可能耳朵還會恢復 那你如果不用的話 可能將來一耳就完了 那當然我們知道 像氣喘你不用那個也不行 對 我知道 我們都知道 只是說 醫師要不要 昧著良心去說 要把他順速好 讓他名聲過大 醫師也可以告訴我們 憑著良心做事 對不對 你告訴我們實話 我們可以選擇要或不要 另外一種就是鼻噴劑 像過敏性鼻炎的鼻噴劑 它裡面還有微量的類固醇 但是因為他小小孩 就要開始使用 比如說兩歲三歲 那很多家長 自己用就算了 自己身體壞沒關係 那小孩他會怕說 那裡面有類固醇 他不敢用 那他反而跑去外面買 買那個像廣告很大 不知道可不可以講那個名字 噴了馬上鼻子就會通了 它裡面其實是含有那個 血管收縮劑 那你噴久了算 噴得馬上很舒服 那你噴久了 因為還是會疲乏 那噴久了之後 他反而噴就沒笑 那沒有笑的話 就變要開刀手 所以你要跟醫師討論這個問題嗎 醫師也是會坦白告訴你 其實你問醫師 都會跟你講的 因為我上個月 其實我有點顏面神經失調 然後我的臉就是一臉歪斜 很明顯的往上 左邊往上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看了 耳皮尤科醫師 那耳皮尤科醫師說 因為你可能有可能是自發性 或者是一些病毒感染引起的 他就跟我說 那我開一些類固醇 跟一些看病毒的藥物給你 還有一些維他命給我吃看看 那我回去想說 我回去看到藥 類固醇 我自己護理員會聽到 類褲子這種東西 我不太敢吃啊 因為我怕我 是不是體重會變重啊 然後會越量臉死牛肩 然後我就靠這個臉而已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很害怕 他就靠這個臉而已 沒有 他謙虛講謙虛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不要吃 我就把那個 類固醇那個藥 就偷偷拿掉 然後我就只吃那個 抗病毒藥跟一些 維他命V這樣子 結果吃了三天都不會好 那我想說怎麼辦啊 然後後來想說 那我吃了到底會不會怎樣啊 不管臉還是要漂亮啊 你怎麼不能臉 我會寫出去流口水這樣子 後來我就只好乖乖把他加回來 結果真的 用對藥我就差很多 我吃完第三天之後 我的臉開始慢慢的變症了 所以我又去看了同一個醫師 我就跟他講這種情況 他說 你是笨蛋嗎 我開給你的藥 就是讓你趕快好 你為什麼不吃 我就害怕吧 然後結果後來還是開了 五天的藥裡面給我 還是有含淚骨醇 不過我就是乖乖的吃 我後來臉 現在就變好了這樣 其實神經的傷害急性使用 比你後面那種吵的吵 是你要去醫師講 其實有些藥物 急性有急性的治療方式 有時候像我治療更年期比較多 我的荷爾蒙的治療 我都會跟他溝通 你要迅速好 我會短暫的讓你好 有些風險我們就可以討論 可是呢 請把荷爾蒙這種藥 就當成中藥的概念 中藥很好 你吃一個月沒有好 一個月怎麼可能會好 兩個月本來就要觀察 三個月沒有好 我體質不好 不是這樣講 所以你只要互相搭配一下 對大家會比較好 牙齒的部分我們也要看一下 掉牙越多 讓您健康惡化越快 很多人認為牙齒的健康 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我才發現 像我最近看牙看得很緊 有時候三四個就看一看 我覺得牙齒非常重要 它會引起很多不同的病變 其實很多人都會忽略亞洲病的重要性 因為亞洲病其實它跟我們所謂的心臟病 然後糖尿病都會有交互觀點的 我有遇到一個孕婦 大家都知道懷孕期間 有很多人說是刷牙會流血 對然後他就是刷牙有流血 然後有亞洲病的症狀 我就建議他來做治療 結果他後來沒有來 他就沒有鳥我 然後重點是後來他生產完之後 做完月子 他老公把他帶過來看的時候 他跟我說 對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其實早產跟亞洲病有某種程度上有關 因為亞洲病它其實在我們口腔裡面 會有很多很多就是看不見的傷口 就是在亞洲囊帶裡面 那這個持續性的傷口 其實你的細菌呢 會經由這個傷口跑到血液裡面去 那血液會跟著身體循環 那當我們跑到胎盤附近的時候 其實它會造成你們子宮的一些收縮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早產的症狀 亞洲病的病人 懷孕的婦女 他的早產機率比一般人高2.8倍 所以婦產科醫學會現在跟牙科 在推孕期的洗牙的方案 現在健保給付是三個月就可以洗 是你們牙醫發現還是婦產科發現 我們婦產科發現 其實我們很多推廣是研究的人有 就是這個東西跟早產有相關 我們就去回饋發現 孕期的媽媽太害怕找牙醫了 不過我要譴責一下 牙醫很害怕看孕期的媽媽 通常只要孕期 他就把他沒事盡量少來 就把他推回去 因為有風險 大家都不愛碰產婦 只有婦產科一定要碰 對 因為產婦是這樣 你碰了他 以後這個小孩考第一名 你不會怪說 是不是牙醫很帥的牙醫幫我看 他如果考第二名的時候 他就會說本來應該第一名 是不是那個X光照了 腦袋有受傷 其實牙齒有時候 跟一些內臟的受傷也有關係 像我們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他的痛 我們內臟痛 其實跟表皮痛不一樣 我們表皮痛 你可能切到哪裡哪裡痛 可是心臟 我們一些內臟的 脹氣痛常常有一些轉移疼痛 像心臟痛 他有時候 他會表現就是 他覺得左上臂酸麻 下巴酸麻 像我遇到那個病人 他發現他就覺得他是牙齒 因為他總覺得 他的下巴怪怪的 他覺得他的牙齒酸酸的 怪怪的 但也不是真的痛 我問完之後發現不太對 你這個 不像是典型的牙齒痛 我叫他去做心肌梗塞 因為我覺得像心肌梗塞的轉移痛 他還一直說 因為看我太年輕了 因為說我覺得牙齒痛 你就給我打一支通話 就讓我回家就好了 我差點跟他吵架 那好說歹多 真的幫他做一張心肌梗塞 結果是 所以我聯絡了他的家屬 全部過來 開始請他躺平打針 幫他剃毛 因為我們要緊急做心肌梗 他都還一直在罵我 最後 心臟科醫師來跟他解釋完 他現在是急性心肌梗塞 因為他就是有個轉移痛道 下巴牙齒的部分 他還是一直不相信 終於要讓我們送去做心導管 其實時間已經有點Delay了 他已經很堅持 我們要去做心導管 其實離我們急診室很近 就在地下一樓 我們搭個電梯都下去 可是他到電梯門口 他就忽然跳VF 就是親世的心房戰鬥 就猝死 心臟看血管塞子都猝死 心臟亂跳 這是真的需要電急的那種 我們就趕快再把他從電梯門口 推回急診室急救室 幫他做一次電急 他才又回復呼吸心跳 才順利去做心導管 所以其實一個簡單的牙痛 其實如果沒有讓醫師評估過 他也有可能是心臟的轉移痛 這個也要非常的小心 我有一次我是牙裡面就破掉 就是可能很多地方 就有點痛痛的感覺 就沒管他忽略他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間覺得下巴這個地方超級痛 然後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邊這麼痛呢 那我以為是什麼 就是可能是 有的時候咬合啊 吃東西啊什麼 肌肉酸痛 或者講話講太多啊 肌肉酸痛 然後剛好因為你的牙力看牙 剛好要洗牙洗 他說 你這邊有個傷口 裡面的牙根那邊有個傷口 他說你這趕快弄 你不弄到時候 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牙科的部分 蜂窩性組織炎蠻常見的 因為很多人是那個主生智齒 他會跟前面的牙齒形成一個死角 那地方容易藏污納垢 很多病人其實他都覺得那是小問題 他就覺得有點流血 可能自己刷牙刷 所以醫師會告訴你 如果沒什麼功能心 就把智齒拔了 不然你會有腮肉 會影響的東西 我們臨床上看到很多 都腫得跟豬頭一樣 整個臉部已經發青發脂 他都來自診打那個 打那個抗神術 就是他已經齒圓性的 瘋為性組織炎 其實在我們家一科 我們有一個特別比較 大家會討論的是 當牙齒越少的時候 你失智症發生機會會越高 那其實我們都以為是全口一樣 主要是咀嚼的功能 就是你要有咀嚼 就是說你牙掉要去補 不然我看很多 一開口只剩兩根牙齒的 真的難不很多 而且其實大家都會以為說 沒有牙齒才會失智症 其實不是 我們的研究其實是用 20根的上下來做比較 也就是說你自己去算 我們正常的牙齒 如果你是小於19根以下 你可能比你多於20根以上的牙齒 你的失智症發生率多了1.9倍 可是我看到幾根牙齒太咬得很勤快 有 如果有在咬 那不一定是咬 因為有些老人家會有些 特殊的嘴巴的咀嚼的動作 這不一定是咬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要注意是 它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掉牙齒很多人不去補 為了一些金錢上的考量 第二個層面是你有沒有在咀嚼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 我們都覺得讓他吃比較柔軟的東西 所以就會把東西打成汁 或者是甚至弄牛奶的東西 對其實你變相 你不是完全在幫他 你有一部分是害他 因為我們家一科 再有一個叫做老人醫學 老人醫學我們會去做一些評測 那每個病人都是65歲以上的 我們才會做評測 有一個才過65不久而已的病人 那我們都會問他有沒有裝假牙 他有假牙 可是是跟別人拿的 所以那個假牙他帶 什麼意思跟別人 就是可能經濟的關係什麼的 所以他就是沒有用自己的 所以其實是帶的進去是不合 那那個假牙什麼 那個人過世的嗎 他可能要講得好 就是 到不只偷假牙 有病老老人過世 他發現假牙沒有拿來用 你講的有臉是這樣的感覺 他是說那不是他自己的 一個用13我一個用26這樣 真的嗎 真的假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很不合就對了 所以他其實不太喜歡帶 那我們在評估這個東西為什麼 因為我們後面其實有一個東西叫做 MMSE 這個的中文叫做 測量認知障礙程度 我們會用這個滿分是30分 他可以看你這個人的 我們說 失智的嚴重度 那個病人他其實才60過一點點而已 他其實已經12分 如果你把他換成 大概就是中腦腫度的失智症 我這邊要特別補充一下 就是 掉牙其實很多人 老人家他都會覺得我老了 我年紀到了 掉牙是正常 其實 不是 因為掉牙主要都是因為亞洲病的關係 是喔 如果你一直維護口腔很乾淨 對 其實我在門診有看過80幾歲的病人 一顆牙齒都沒有去 照顧得非常好 不過你一旦得了牙周病 其實他是很難被根治的 因為我在門診有遇過一個病人 就是他兩年前治療過牙周病 他在別家診所 他說他花了全口七八萬做那個雷射治療 醫生跟他說這是最先進的治療方式 然後可以根治牙周病 對 那我自己聽到 我是覺得可能醫生跟他之間溝通有一些問題 對 因為坦道牙周病其實我們很少用根治這兩個字 因為他是一個很複雜的疾病 根治不了 像我就用這個圖片特別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左邊的部分是健康的牙周肚子 那他其實有牙齦跟強壯的牙周韌帶做支撐 這邊還有骨頭 那你一旦是牙周病的狀態 你的骨頭會向下破壞 所以牙齦也會退縮 形成這個很深的牙周囊帶 那不管你是用雷射或是用一般的傳統刮除的字 用刮的 對 用刮的 就是把這個地方的牙結石或牙菌斑一些細菌清出來 那當然雷射它其實殺菌能力確實很好 它能量集中 它對組織的傷害較小 不過重點還是在於說 你治療完的牙周病的牙肉組織 它其實這個牙齦只是貼合回去 它單純只是上皮組織的貼合 所以其實你一旦治療完牙周病 其實你如果口腔衛生沒做好 有牙垢跑進去 它這個很容易就分開了 所以它就復發 用刮的比較痛還是雷射比較痛 其實都不會痛 因為都會打麻藥 而且只會知道 你會直接插他手會痛 我會笑 雷射比較好吧 雷射會不會比較好 雷射當然比較好 因為雷射的能量 但是比較貴對不對 但是比較貴對不對 對雷射比較貴 一般都傳染 大家都剛剛都講成人跟擾人 然後我覺得小朋友的乳牙助牙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因為學姨前期的小朋友很喜歡吃糖果 所以當吃完糖果之後 小朋友不是會開始有很多蛀牙發生嗎 那有些爸爸媽媽他們會認為說 小朋友的乳牙不用去注意 反正就是以後橫牙長出來就好了 可是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像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大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像我小時候就很愛吃糖 那時候沒有健保 所以看醫師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況 而且是一個很貴的 所以那時候我媽就想說 沒關係就是讓他蛀牙就好了 以後橫牙長出來就好 結果你知道橫牙長出來是很麻煩 我那時候是導致就是那時候蛀牙度太深 然後橫牙是長不起的 就我兩顆爆牙 然後後來甚至咬合還不明顯 臉甚至歪斜 後來我是直到我就是二十幾歲 開始工作之後 我才去做矯正 才把他矯正回來 所以我是覺得說就是 乳牙狀況其實爸爸媽媽媽 還是要特別注意 那吃口腔糖有幫助清潔牙齒嗎 其實口腔糖主要目的 它其實在咀嚼的時候 可以刺激口水的問題 那口水其實是一個很天然的一個緩衝液 對我們口腔確實是有幫助 可是口腔糖的部分就是不要吃寒糖的 這很重要 不寒糖誰要吃 你叫小孩他也不想吃了吧 不想吃個寒糖 孕婦基本上是 亞洲容易發作的一個高溫鹹群 因為孕婦呢 他的維他命B跟C消耗很快 孕婦骨質蓋的流失很快 尤其在孕期的補充品常常會缺乏 所以他很容易此營發炎 那當然孕婦去牙科最害怕的三個東西 第一個要照X光 第二個呢 他可能還要做 如果要上治療要舉物麻藥 第三個甚至用藥 那前面兩個不好意思 我們婦產科很多科我都可以幫忙 牙科我幫不上忙 那我最忌諱就是 牙科每次都說 我都幫你治療完了 好不容易他願意收這個孕婦 治療完了 這個普拿疼 你到婦產科去拿 婦產科有孕婦專用普拿疼 我每次來都說我的普拿疼 跟他的普拿疼 是一模一樣 我贏給你了 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 其實在孕期的很多用藥 一個基本概念 如果沒懷孕的時候 你這時候該治療 就好好治療 其實影響不會那麼大 第二個寶寶在20週以上 所有器官大概都已經成型了 如果這個藥不會毒害到你 大概就不會影響到寶寶 所以好好的治療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人的身體像一個密碼一樣 多複雜 錯綜複雜 也每一顆都會牽動的 另外的身體的健康UFO 但是你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你這樣面對醫師 醫師看你內不內行 你會問問題 醫師就覺得 你還有點醫療觀念 就怕你什麼都不知道 他也懶得跟你講 所以看我們節目收穫很大 你跟醫師對話呢 相信會更有收穫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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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社會壓力很大 所以很多人也有少年白的問題 你也有這樣的困擾嗎 今天教大家一個預防的營養素 這個營養素的名稱叫做Papa 中文名稱是對胺基粉甲酸 這種營養素特別是出現在一些食物裡頭 比如說像胚芽麵包 玄米 牛奶跟雞蛋裡頭 它的特點是可以讓我們有壓力大 或者是營養失調造成的白髮 可以提早恢復頭髮的顏色 所以下次如果你也有少年的白的朋友 可以多補充這類的食物喔 食物吃得巧 讓你健康美麗不會老 秋葵富含豐富的植物性膳食纖維 其黏液可以健胃整腸降血糖 也是良好的鈣質來源 而其中的維生素A C E 及植物固醇 則具有抗氧化及抑制發炎的作用 可以幫助我們美白淡斑抗老 適度的食用秋葵 可以讓你吃得健康也吃得漂亮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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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